大家好,我是卉卉,夏天到了,又是吃丝瓜的季节 今天用丝瓜给大家分享一道蚝油焖丝瓜 这个做法既能保留丝瓜的清甜,也可以保留它的口感 首先把丝瓜皮去一下 再用刀切成滚刀块 丝瓜里面的籽如果不发硬是可以吃的 大家在选丝瓜的时候,看是同等分量的 要选择最重的那一条,这样就不会有空心的情况了 切好的丝瓜,倒入适量的清水,给它冲洗一下 再把水分沥干 再准备几瓣大蒜拍扁 锅里倒入适量的油 然后把大蒜放入锅里,炒出香味 闻到大蒜的香味,下入丝瓜 把它翻炒均匀 翻拌均匀之后,放入一勺的蚝油 少量的食用盐 盐的分量呢,要取决于蚝油的分量 不要太多,否则会很咸 然后再继续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之后,加入少量的水,进行焖制 盖上盖子,大约焖个1-2分钟 丝瓜经过清洗以后,它会吸收一些水分 煮制的时间呢,它会渗出来 所以说在倒水的时候不要倒太多 丝瓜出锅之前,放上一点明油 翻拌均匀 捏到非常简单 鲜甜可口的蚝油门丝瓜就做好了 这样子做呢,非常的好吃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霍霍的视频,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